《古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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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提到性愛場面 也提到可能會是禮珍 是這樣的 然後我發現是的 厲害 你覺得你覺得有什麼好處嗎 沒有沒有 因為我還真的 我還真的是 就是像那種戲蟲子 就如果說這個戲我覺得好 我會不會考慮太多的問題 因為他講可能 那就是可能不會 那時候都糾結過一段時間 因為我未去到那些層次 就算去到這麼真的時候 我究竟分不分到 那個是四眼 還是我自己 Peter陳澤民的這個身份 去跟另一個異性進行交合 這個我是有迷思的 我看到劇本是到香港之後的開拍頭一天 所以之前都不知道拍攝是什麼 我在找我的對白發現其實一句都沒有 那麼一句完整的句子都沒有 可能前兩天會找不到方向 不知道是怎麼去 怎麼才是對的那個狀態 我不是的 我其實三月頭 就在阻礙我看到整個script 看到整個劇本 我基本上都知道整個戲 由頭到尾大概怎樣 不過看完劇本之後 阿果在現場都會再 即刻即興很多事情 所以有很多 劇本好像沒有 繼續追蹤 繼續追蹤 那一場戲大家都沒有台詞 我也是叫他小妹小妹 還要 那條善語其實本身已經死了 即是死射難戰 我又要徒手捉住他在那裡 那又要拼得去刺 在一個 還要拍那場戲 已經去到凌晨深夜 大家的體力都已經下降到 一個點了 那可能就正正是因為 這麼 褻絲抵禮的狀態 他有褻絲抵禮 我有褻絲抵禮 就最貼近 各自的角色的一些神髓 是啊 我自己就這樣認為 是是是 反正一晚上都在拍那場 善語的戲 那場是我唯一好像拍 三幅崩潰的戲 因為體力支撐不了了 你認為自己的女生 不是 這樣 你覺得自己的朋友 有個好處 會不會很瘋 稀釋 一點點 這樣子 不想拿獎是假的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熱愛的工作 可以得到肯定 但是对于我的成长可能到现在来说 我觉得每一种结果都是一种奖励吧